嗨,小伙伴们好呀,我是某某 大家暑期都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是去海边赶海玩水,还是钻进山林中 用自然进化身心,消除酷暑呢? 这一期想要和大家分享两处适合夏日前往的 不算很热门的热门地点,都位于河阁山 分别是浦岛温泉酒店和北山村木阀漂流 先提前总结一下 这两处,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浦岛温泉酒店,距离熊野古道不是很远 许多徒步或是在熊野古道观光后的游客 会选择入住浦岛温泉酒店 用温泉泡走疲劳 要进入酒店,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乘坐酒店的接驳巴士 或者乘上人气的海龟接驳船进入酒店 很有浦岛太郎前往龙宫的感觉 酒店的大堂很宽,还设有便利店可以买小零食饮料 浦岛酒店本身非常的大 住宿有四个区域 本馆,温泉沙馆,日生馆,还有山上馆 我们这次住的是本馆 房间是合适的榻榻米房 虽然在家具上能看出一些年代感 但整体打扫得很干净 从窗户可以看到城镇海港沿岸 还能看到往返于港口间的海龟接驳船 因为我们的计划是只住一晚 放下行李后,我们就立刻去体验最令人期待的温泉了 温泉内部是不能拍摄的 我就借用官网图片来介绍一下啦 整个酒店设施内有五处泡堂的地方 先从最有人气的开始介绍 旺龟洞和玄武洞这两处温泉池都是利用自然的洞窟建造的 洞如其名,独特的环境是在其他温泉旅店无法体验的 确实会让人有流连忘返的感觉 可以一边看着阵阵海浪,吹着海风一边泡温泉 我个人而言,不太擅长在密闭的环境下泡很久的温泉 所以非常喜欢这种开放的,不会太热的温泉环境 除了这两处洞窟温泉外,龙汁汤也非常有特色 龙,独座滝,在日语中是瀑布的意思 进入温泉池就能看到一大块岩石,还能听到瀑布的流水声 温泉旅馆的介绍里,说是想要让人一边泡温泉 一边感受到纳至瀑布的氛围 虽然没有洞窟温泉那么有视觉和感受的冲击 但一整面的岩壁也非常的有特色 还剩两处温泉池,其中一个是鸡汁汤 温泉环境和大部分的温泉旅馆相似 主打的是浦岛温泉酒店内功效最多的若碱性高温温泉 很适合走完熊野古道,舒缓疲劳勇 最后一处就是位于山上馆的洋风之汤 是可以边泡汤边看纳至山、圣浦湾风景的温泉 不过这个洋风之汤温泉只对入住山上馆的客人开放 如果没有入住山上馆的话,总共就是可以泡四处温泉 顺带一提,入住的时候可以问前台要一张敲章卡 挤满四处温泉的章,可以换到一些小礼品 我们泡完四处汤后,作为散步,也去山上馆逛了逛 本馆和山上馆的联络道是一个非常长的扶梯 进入山上馆区域后,就可以看到海岸和山巒的景色 返回到联络道的地方,在中间的位置有连接游户道的入口 可以进入酒店的狼烟山游园 适合泡完温泉后,过来散散步 在展望台上,看一看一望无际的海景 如果是和我们一样,时间安排得比较紧 一次就想要泡完四个汤的小伙伴 可以适当地带一些水和小零食 泡汤之余,及时补充水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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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订的住宿还包含了早晚餐 晚餐的自助餐品种非常的丰富 生鱼片和甜虾也很新鲜 不到温泉酒店,在我个人的泡汤经验中可以排名前三 旺龟洞的氛围和风景真的非常宝 除了温泉展望台外 温泉车室内还有唱K的包厢 乒乓球室可以预约 也有当地手工艺土特产和游乐中心可以玩 挺适合周末放松或带家人入住 如果要来和根山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浦岛温泉酒店 我们在浦岛温泉酒店感受了旺龟的泡汤体验后 第二天我们前往了北山村 要去体验竹筏漂流 竹筏漂流算是老少皆宜的一个体验项目 不像我之前玩的皮顶漂流 皮顶漂流会相对刺激一些 自己也需要不停地滑脚 北山川的竹筏漂流 更多的是顺着北山川的流水 欣赏沿途的风景 这里就要先介绍一下竹筏漂流的由来了 在以前交通运输还不方便的时候 这些筏师会利用竹筏搬运原木到下游的都市为生 在当时运输原木一次的费用价格不菲 法师们的高收入也带动了当地和下游都市的经济活力 甚至有个别法师会精心打扮后再运输原木 到了目的地拿到报酬后 就去酒场或者欢乐街中挥霍一空 再回到上游再次接受搬运任务 周而复始 整个漂流大约会持续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中途会经过几处激流 也算是整个观光过程中 为数不多的刺激体验 大家都会站立起来度过激流 腿上比脚上也会被激流打湿 剩下时有一些凉的川流水 是最好的消暑神器 直到卡车和铁道普及后 原本的运输成本下降 用竹筏运原木的工作便逐渐减少了 到如今 竹筏漂流不再是作为运输手段 而是以观光为目的了 靠这项观光产业 每年可以给北山村吸引7000多人的观光客 但与当初的原木运输业带来的经济活力相比 相距甚远 北山村的不少村落 也已经逐渐沦为了无人村 城镇的经济失去了活力 年轻人也会更想要前往都市 少子化与老龄化 也是北山村无法回避的问题 可有些法师却没有顺流流向都市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是外乡已住到此处的 或是厌倦了都市生活 或是幼年时就对法师有所憧憬 他们就逆流涌入这乡村 注入了新的活力 以上就是这一期想要给小伙伴们推荐的 暑期和歌山好去处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 我们是喜欢户外和旅行的南南某某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我们 或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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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